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全日总结 这一节Michelle做地家宾 Michelle 你好 加油 首先跟大家看看中港两地股市的收市表现 在清明指假期前职 内地股市走高及两市成交合计 再破1万亿元人民币 上证指数连续第五天做好 今早高开17点 全日反复向好 收市报3246点 升30点 深证城市亦反复向上 收市报10415点 升75点 湖深300指数报4062点 升40点 创业板指数升9点 报1777点 香港股市发行方面 恒指前日收报29936点 跌50点 国企指数跌12点 报11692点 而大市成交金额今天是1089亿多 接着和Michelle说回大市情况 看到港股今早一度升圈3万 大力税好像不够 很快就要转跌 更加一度要跌超过28点 是美市就回稳50点到收市 今天上三晚都可以说 特成了市场的目标 但未来有没有机会真的可以站稳收市呢 其实我自己对港股的后市 仍然不算看得特别淡 即使看到现在大约3万点这些位置 有比较大的一个阻力 穿了穿之后 其实都要回落也好 我觉得港股现在的市 你说看A股也好 看外围也好 其实都不觉得短线会有一个很大的整固的压力 就算港股现在升到30,000点又阻力 短线可能回补之前的裂口 下市分大概是29,000这些水平 只要站在29,000楼上 我觉得对短线的目标 还是维持在30,000楼上 大概去到30,200几点这些位置 甚至再进取一些 你说如果行止之后可以站稳在30,000楼上 可以进取少少看到31,000楼上 这些水平不出奇 说到现在大家目前来说 整个市的气氛 相对来说都真的好一点 经济数据就真的侵积 大家都知道 你说美国也好 中国也好 虽然看到三月份 某一些制造业的数据 PMI这方面是有所做好 但也不排除 会不会是因为季节性的因素造成 其实大家都想多看一两个月 才可以确认现在这个经济 是否有一个复苏的情况 而大家另外一方面 就是说对于贸易战 贸易谈判的预期 反而是有机会支持市 向上再上升多一阵动力 就说到现在大家都预期 即四月份 可能都已经比较接近 是有一个贸易战 的一个达成的一个情况 那会不会你说 可能在当中 会对于中国 可能购买多些美国的货品 或者其他的一些协议上 可能可以有助于 整个贸易的一个协议的达成 其实看到这段时间 亦都有一些新闻出来 就算是支持美国 可能比较恐惧的 就是有什么可以保证 中国一定会离行自己的这些诺言 其实可能有机会 中方方面都已经给了回应 我其实去到2025年前 是真的可以离行到 你那些我答应了你的东西 这方面我相信都给了 中美双方一个比较大的信心 亦都是市场可能短线会觉得 期望有机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可能性 就是会真的踏成协议的一个出现 但是这一件事 对于市的支持的上升动力是有的 但只不过我刚才说到 你说支持市去到什么位置 大家最乐观的 都是看到31,000这些位置 再之后 我觉得都是要回归经济的基本面 看看一些之后的经济数据去看 要过了31,000之后 如果这个经济数据 其实都是未必差的情况之下 行之有机会回落 但这个可能是去到5月 这些事 好 今天虽然行指要偏远 但也有个别的办法跑出来 首先和Michelle说了中资航空股 看到国务院常务会议 决定今年会降低政府性收费 和经营服务性收费的措施 当中包括民航发展基金征收的标准 会降低一半 分析预测 其实在2018年 国航、南航和东航 他们发展基金的成本 都要20多亿 如果减半 其实对他们来说 都会是一个重大利好消息 看到今早这几只航空股 都可以说高开得挺夸张 全部都高开超过一成以上 但看到到后段的时候 其实升幅真的收窄了很多 是不是真的好消息出来了 变相航空股的上升空间也有限 其实那个上升空间 我相信市场是可以大概预计到 因为其实都是计算数 刚才Yu都已经说到 刚才说的民航发展基金 你说每一年他们大概给多少 三等航空股大概大家都有一个粗略的估计 你说东航和南航已经是写到 在自己的那份report里面 大概一年就给29 或者那份20亿多少少 占到它整个税前利润 如果减半的话 其实可以促进到它税前利润 大概两成到三成八这样的一个增长 的确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利好因素 而过行没有一个非常具体的数字 但如果减半的话 大概市场现在估计 对它一个税前盈利的增长 都可以去到一成的流上 小型的一些航空公司 因为本身它缴交易金额不多 所以受惠的那个空间 就不算说真的特别大 我觉得这一件事会一次性地 因为你看到它盈利的增长是有机会 例如那个百分比提高了 就令到整个航空板块 它自己本身的那个股值 目标价都会提高 但这是一个一次性的因素 就是你一次性提高了之后 它的价格比较是一个比较高的位置 另外就是 还有些基本面上 其他的一些因素 其实都是利好它们 例如说之前大陆在说 对于五一长假延长了几日 那会不会因为这个因素 令到它第二季以来 整个对于那个booking方面 已经是有一个 就是助力的一个作用呢 而其他的一些基本因素方面 就看回其实你只见到人民币方面 都是一个比较稳定的情况 特别在现在美国加息的 那个预期减弱了之后 人民币其实都仍有一个升值的一个空间 我自己就觉得 而另外就是说 除了这个今次说到的那个 民航发展基金征收减半之外 之前内地也有一些 减免增值税的这些行为 譬如说就是将成品油的增值税 由16%至16%至13% 这些其实都是有利于这些中资航空股的表现 而但是整个航空板块 你说现在目前说 一个比较大的不确定因素 我觉得反而会是油价 说到其实你看到最近油价的波动性都比较大 说回就是因为一些减产 或者部分地区停产 以及一些美国可能转井的数目有下降 这些原因令到库存下跌 油价的确最近来说是升得比较多 相信这一样东西会是成为 这个制褬着可能航空股的 那个升幅的一个比较大的因素 但是我自己对于油价 你说其实今年看基本面来说 除了减产这些因素之外 整个经济的前景来说 不会说是一个非常之乐观 或者说是非常之刺烈的一个情况 对于油的那个需求 我不会看得特别好的 所以就算你说油价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上升空间 会有一个上升的一个空间 但是不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升幅 你说中长线来说 所以其实对于这么多因素来说 看回来 我觉得真的利好中资航空股的表现 而他们的确在过去这一年的 看回他们的年报 其实他们表现得都不差 今天你说短线 可能因为抽高之后有少少回落 反而我觉得会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吸纳的机会 但是三大航空股来说 虽然刚才分析到 国航未必在今次文行发展基金当中受惠得比较多 但是始终国航本身自己的基本因素 我自己是看得比较好的东航和南航 所以就算是选择 三大航空股 三大航空股就会下调天然气的价格 按照新的价目表来看 发电的用气每立方米就会下调八仙 而工商业用气每立方米就会下调大于一毛钱人民币 虽然野村都说 现在暂时这个政策 未见到其他城市都有跟 加上天然气供应商提供的优惠不同 所以暂时都不知道会带来什么影响 不过始终都担心其他城市可能都会跟随 令到可能他们的边际利润 会受到影响造成压力 Michelle 你又觉得市场 或者大家的投资者 应该如何解读这个讯息 其实现在整个天然气的板块 相对来说都不算是一个非常厉害的情况 说到其实除了北京之外 其实你见到今天也见到大摩出了一份报告 就是说到全国现在的NNG的价格 其实是在跌的 最主要的因素是说之前17年的时候 内地本身是有一个气荒的情况 西林的冬天又特别冬 整个气荒的这个现象 令到大家都非常担心这个现象 在2018年会重现 所以在2018年的冬天来到之前 其实各大的一些 譬如说分销商也好 或者上游进口也好 其实是积累了很多的库存在内地 但是到了2018年的时候 实际冬季不算是特别冬 一个暖冬的情况 令到其实对于天然气的需求减少了 这些天然气库存到现在就即压了 在一些譬如说下游的分销商手中 其实现在这一件事就见到目前来说 按照中国北部或者南部 其实都有一个3-6%天然气价格的跌幅 相信我觉得这一件事 其实对于中端的一些分销商来说 它不会是一个非常利好的因素 这个是短线看得比较大的一件事 而中长线来说 其实现在目前来说 内地对于天然气的生产 始终还是不够要靠进口 但是现在你说天然气进口的价格 不断地在那里提升 对于一些中油或者下油 其来说 他们本身自己的成本是提升了 就算他们现在 刚才也说到减税降费 除了民航方面之外 其实各个行业都说到减税降费 之前天然气也有说到 要将增值税的幅度要下降 又下调门站气加 但是这些因素 是不足以去弥补 刚才说到他们的进口天然气 的成本的上升 而对于下油的一些用户来说 因为内地这几年不断地做煤改气 这一件事 就扩大一些 你说居民 或者其他一些商业 或者工商业 他们的一些使用的天然气的使用量 但是当他扩大了居民 和其他进一步扩大工商业使用量的时候 新的这些天然气的使用者 他们对于天然气的成本 的成负的能力 其实是相对低 因为他们本身在用煤 煤相对天然气来说是便宜的 等于他们是要给贵了钱去消费 去消费这些清洁的能源 所以对于这些天然气下油的分销商来说 其实他们的毛利在前景来说 是看得比较差 他毛利是在未来的一段时间 我相信都是进一步收益 所以综合回刚才说 短线的因素 短线LNG价格的下跌 和长线对于毛利的收益 情况 对于整个板块 相对来说 这个前景都看得比较淡 但是也都是 虽然整个板块收益 但是如果你说 价值投资角度 有些股份 当它跌得可能 相对来说 插得深一点的时候 你可以考虑去做价值投资 如果你说要看下油分销商 这个板块 我自己就觉得 你相对居民和一些工商业来说 始终工商业自己本身的 乘负能力是会强一点 如果分销商的业务当中 他对买给工商业 可能多过买给居民的话 他自己是会有这个优势 而可能你说 384在这方面做得差一点 他相对来说 居民的占比会多一点 反而你说 可能新路能源这些 他对于C&I的占比高一点 可能有可能会会到投资者 或者那位市场有 los 最后要有些时间 但跟Michelle讲了一些内银股 什么是内银股 最大的走势便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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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便 但是い上在市场 预期內地便会加大的放水力度 中国义贸易的谈判变化也很低 加上一些境外资金 便会能大嘨否规模来落 大家都衷敬 内银股会否有些条件追回落后 现在期之后 预计内银下一个业绩 亦会比市场的预期好 但它自己偏好一些中小型的银行 Michelle 你覺得哪一款耐人股是比較吸引 其實我覺得如果你由它的盈利前景來看 的確是中小型银行可能比較好些 大家都知道耐人股方面最大的一個隱憂 就是無論你看到它的NIM是否Expand 還是其他營利能力的指標 最大的原因就是它的資產質素 而相對於一些比較大的銀行來說 它本身一些中小型银行 它可能借貸出去是借貸回零食銀行方面比較多 這一方面的資產質素是相對好一點 但一些中小型银行 例如剛才這個人數作為特別好 例如招行這些 最近的股價表現已經是抽升了比較大的一層 而目前的股價我覺得不如939這些大型的銀行直播 雖然它過去最新的那份Annual Report方面 NPR ratio有所下跌 但其實它的不良貸款總額也有所上升 它的資產質素未必真的如大家所想改善得那麼好 反而其實有機會 在撥避做得那麼多的情況下 有機會擔心它的資產質素 有機會在接下來進一步會惡化 但如果這個因素大家都已經很清楚 大家都知道這個耐人股是有這個隱憂的 而它的股價中也已經反映了這個因素 目前它的股值的確是直播的 如果你說是939 現價級立 我覺得還有機會可以上網去到大概7.5這些水平 好 麻煩你面對你的解說 這一節也和你談到這裡 先和你申報一下 剛才我們提過股份有沒有持有呢 沒有持有的 好 麻煩你 我們今天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下次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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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再見